早ажд出座 哎哎哎哎哎哎哎唷 我的老家 爱教授的这个腿 我是这个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别看吞子不炸大呀 有山有水有树林 林里香西听河沐 老山也没儿更合曲儿 吞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 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干儿 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儿啊 我令你认识认识儿 爱认识认识我们团里的人儿 following 喂 玉红 你怎么跟小娘说的呀 不是说晚上七点吗 我都在这儿等她一个小时了 她也没来 不过是忘了吧 不能啊 我跟她说了她也知道啊 她现在还没去啊 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 我一个女孩子 主动打电话不太好了 那你再等她一会儿吧 可能是单位忙 今天的防疫工作 咱们一定要做好 尤其像陈队这儿 两边都是河道 是我们每年防汛的重工制度 小张啊 明天你去盯一下 一定给我盯紧了 不能出现一点纰漏 好的 再一个就是南圈河这边 这边也是两边河道 也是每年的重点 建华你去盯一下这个 放心吧 一定给我盯仔细了 哪怕一个小小的蚂蚁洞 都能造成绝地 有什么事想汇报 再一个就像西风桶这边 明天我去盯就可以了 小李啊 明天你就在单位留守 接群众电话 一旦有群众举报 发现讯情 及时可通知我 总之防徐工作没有小事 进 找我啊 来了 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 就你和你姐给刘总挠了那事 什么是我和我姐给刘总挠那个事啊 能不能不瞎说话 已经是两口子打架 我拉架去了 没拉偏架 听明白吗 净扯啊 那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哥后面一抱 你姐一挠 配合得可默契了 配合得默契 打篮球呢 能不能不和别人说 那看有没有人问我呢 那有人问你呢 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你说你怎么能不说 有什么要求 我没有要求 你想干啥 那你要非得让我提要求的话 那我还有这样一个要求 啥要求 你把黑子撤了 把队长那位置还给我 你要干啥 你是不是威胁我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性格 威胁不能去 那我等别人问我 这脾气的这么僵的 这样的 这脾气跟我一样一样的 这些年来这么白培养你 刚才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把黑子撤了 那黑子一成块啊 我把他撤下来 他得和我发脾气 这么的吧 你听信吧 行不行 别人问你 你咋说 不知道 这点比黑子强 反应特别快 回去吧 抓紧撤了 这黑子一成块啊 不行 依赖都不用 还得练呢 美丽的你 美丽的心 美丽的风景 美丽的心情 你和我 在美丽的风景里 相遇 好 怎么不走了 坐会儿呗 坐这儿干嘛呀 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嘛 我今天不是都陪你很长时间了吗 这还长啊 我们学校其他老师的男朋友 天天陪着人家吃饭逛街看电影 就你 就知道工作都不陪我 我这段时间不是太忙了吗 你也知道 小萌刚生完孩子 那公司的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就今天出来陪你这么长时间 都是我推了好几件事情 那你再忙 你也得陪我呀 别生气了 忙完这一阵就好了 到时候我天天陪你 你连我都不走 就会说好听的 行了 回去吧 我也上楼了 好吧 走 我走了 就这么走了 没有其他的 抱一下 好了 回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好了 回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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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我吓死你了 你干吗来了 我来看看你 这大半夜的你看我干吗呀 咱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特意为你写了一首诗 诗的名字叫 美丽的诗 美丽的你 美丽的心情 美丽的风景 方正 这大半夜的除了念诗 没别的事吧 你要没什么事 你赶紧回去吧 这都这么晚了 李老师 你还是听我把这诗给你念完 美丽的心情 方正 咱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特别普通的那种 我希望你能跟我保持点距离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们感情又非常好 刚才我都看到了 你们感情非常好 所以我才躲起来 怕她误会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李老师 我还是给你朗诵诗吧 美丽的你 美丽的心情 美丽的风景 那你念吧 回去了啊 美丽的我心 李老师 李老师 美丽的你 美丽的心 美丽的风景 美丽的心情 不适合我 回来了 谈得怎么样 压根就没来 没来 小梁也太不靠谱了吧 让我一个姑娘家在那等了一晚上 这是啥事啊 那你没给她打电话吗 打了 关机 你说是小梁约的我 然后她还不来 让我这么等着 弄得跟我跟上杆子似的 佳妮 你别生气 小梁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她不是这样的人啊 她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受不了了 你要觉得她好啊 你就跟她和好算了 你说啥呢 叫啥呢 哥 和这儿说呢 坐这儿荡害了啊 什么 最近挺好的啊 你说不好还能咋的呢 那个 我找个嫂子有点事 是 直接奔嫂子去了啊 就嫌嫂子 哥还没死呢 哥 我要死了你这念头都得打消 知道不 哥 你说你说话哪那么歪道你 是我想的歪 还是你做的歪啊 行了行了 我就找我嫂子说两句话我就走 嫂子 嫂子 干啥呀 宋河哥 你再喊一声 这壶就飞出去 你信不 你飞啥飞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是为了你好 知道不 你老拿壶干啥呀你 走不 走不走 我走 走行不 你这歪人哪 竟心是歪事 你出来了 我跟你 太丑 我不丑了 莫城 老板来了 忙着呢 走走走走 老板 这大教官里有失愿赢 正看图纸呢 好 现在 然后你来了 你看我这设计的这个 走廊和这个大厅的配设和设施 还有这个沙发和插紧 你看行不行 莫城啊 你好好学行吗 你看着我都看过了 都看完了 看完了 那你也太快了 要不为啥说你能当老板呢 你这永远走在我前头 想你想念你都念不上 这不一点点来嘛 当老板们得先看看吧 你等着我 不乏太快了 那个宁儿 杨总来了 杨总来了 你好 别麻烦了 都自己家人 没事 好好 谢谢 那你说路过我也不能信呢 你是不是有事 沐昌 你就这么说吧 真有点小事 你俩聊吧 我回去了 沐昌 我想问问你 天来这个人怎么样 咋的了 是不是买菜贪钱了 那都没贪钱 想多了 没贪钱 咋的了 你说我没事 你说天来到达门温泉酒店 当一个部门经理 还有客房经理 行不行 老板 你既然问我了 我得跟你实话实说 天来这个人品质不坏 但能力太一般了 他现在好像还得磨练一段 因为做事好高骛远 不脚踏实地 怎么跟你说呢 他 现在的他 就是当初的我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明白了就行 我这不行了吗 你不跟天来家有点亲属吗 你打住 我俩啥亲属 他怎么老师要上你那儿吹去了 又什么 董事长也是他爹的 没那个事了 因为我那个妹子 早就跟他黄了 他俩现在已经不接受了 行 这个事以后再说吧 嫂子 老苏你 你要干啥来的 不是 不还是那个事吗 哪个事啊 你咋抓住我就不放的 认识我干啥你成敌 我不少事忙着呢你 不是你忙那事 你那事没解说清楚了吗 我给你解释啥 我还有啥给你解释的 我啥事我也没有 你咋做兵了呢你这人 咋的了呢你 那不对啊 你说没事 那老徐往你手里塞什么东西了 老徐啊 不管跟我说啥玩意儿的 那都不是你管的 你呢 该干啥跟啥去啊 该没逗没逗去 听没话 好 嫂子啊 你要不说 刚才我看着刘能了 这事我都没说 你要不说 我就跟她说 把这事解释清楚了 就拉倒了 说清楚我就走了 等我没关系 不是 你这得这么走呢 你老婆问你干啥玩意儿呢 就嫂子跟你说了 这事你也解决不了 你说你干啥 逼人呢干啥呀你啊 必须解决 我老宋 非得钻这个牛角尖不合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听没 咋遇见你啊 这个人 老徐呢 这我的 阿弥药 我说跟你阿弥药干啥呀 这个广困的那家呀 过两天办庆典 就不想让那刘能过去 县长啊 镇长啊 都参与这个事儿的 刘能啊 一人啊 看红就迷糊 要不然呢 让那晕 万一给你搅个黄了 雨那不好 知道不得 老徐意思呢 让我给他吃太安眠药了 你说我吃还是不吃吧 爷妈呀 我正愁的事为的是上火呢 你说你老鼻我干啥 还参与这事儿 这事儿啊 妈呀 嫂子 行了行了 我老宋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了 那你咋可以的 你和哪一样 我以为你要给黎小冬 下的药 一个药要药的呢 你说你这不行的 你这是 但是我嫂 我告诉你 没事 这个安眠药啊 你就吃了三片两片 睡一觉就好了 不行 那能行吗 我给电视上看人不老回 说吃安眠药吃多了 完了没抢进过来人死的 那 那 就那不行 嫂子 真的啊 刚才我误会你了 真的 你买这安眠药 拿来 根本啥事儿都没有 你就吃个三片四片 老师你也得 也就睡一觉就拉倒了 你看你 我吃四片 好吧 等等啊 我一会儿回去睡一觉 明天早上你再看着我 这个事儿不就解释开了吗 这个药就没事了 完了你再给我哥吃 不就完了吗 行不行 我走了 我回去了 早上 啥事儿没有 就睡一觉就完事就好了 老宋 老宋 嫂子 你别担心 没事 我走了 你呢 你就没有事啊 没事没事 好 你放心吧 总能有啥事儿呢 误会了 慢点开啊 加小鲜 老宋 你别拽了我啊 老宋啊 老宋人真不错 哪儿不错 老头子 我说老宋的人哪儿 真好人哪儿 一会儿啊 我得过去看看去 看着干啥呀 你直接跟他过得了呗 老头子 你能不能别这么歪呀 你说你说这傻话呀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 行不行 是我歪呀 还是 你做的事儿让人歪呀 你说我跟你过半辈子的 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我哪能带着 我知道啊 知道看着呢 你俩又拿过上了 你能不能别吵着 磕不磕着呢 事儿都办了 还想磕着吗 行的 我不你吵了 等你病好了 我得告诉你 你这哪是让我好啊 活活把我要气死 第二个怕你俩 进车了没用 这跟你生了嫌弃 哎呀我的妈呀 那咋显得了 这个流浪啊 你说那药 可不可吃呢 万一吃坏了咋整 喂 哪里 那个老四啊 我认姓母 姓母 姓女还好吧 她挺好的 没犯命嘛最近 这段时间呢 一直挺好 那个 亲家 那个 姓子给加没有啊 你叫姓子接个电话 我跟她说点事 你去找我留姓的 姓子 姓子 接电话 哎 找我的 妈 打电话 喂 妈 闺女 妈想跟你说点事 你方便不 方便 有啥事你说吧妈 我爹在这呢 那啥 妈跟你说啊 这个 那个 那啥呢 你就是不方便的话 那啥呢 那就感谢你吧 完了咱俩借个面 好了 不跟你说了 好了 热了吧 好了 好了 给谁带你会儿的 给谁打电话咋的呀 给谁打电话咋的呀 我干得啥子跟你说一声呗 宋富贵 猜对了 妈 找你啥事啊 啊 没什么事就是让我去一趟的意思 她说她妈打电话没事 你信吗 我可不信 你没看刚才那表情吗 说话方便吗 方便 我爹在跟前呢 我俩人把电话就撂了 我俩人把电话就撂了 肯定有事 你没发现最近吗 她俩电话特别新 有谁有谁 有谁有谁 谁呀 你 你是谁呀 你看你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问我是谁 你先说你是谁 往后我再告诉你 我到底是谁 我是刘南 你谁 你猜我是谁 我老四 你说又犯命了你呀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了 你才犯命了 没事 就看看给谁打电话 行啥呀 行啥呀 气我得高兴的啊 开心的 气我高兴 托莫勒呢 这个是吧 你看你多能呢 你不是跟宋福贵打电话吗 怎么整老四呢 这里呢 刘南啊 我跟你过大半辈子了 你哪能这么对我呢 脑袋是不是灌汤了你呀 别管灌啥了 提醒你一句话 像咱们这个年龄啊 应该是西洋无限好 可别整出洪杏出了强 照得你这样对我 早晚的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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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什么 帮不上 你愿意咋行咋行 咋没人管啊 我问你那是 嫌 嫌你一个丁十个斗 不想见我 对 我就不想见你 瞅我难受 对啊 瞅你就难受 我还想吐 说对了 那没有办法 同在屋檐下 不看也得看 面对美丽的葡萄架下 坐视一手吧 买一碗春色 闲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来 你啥意思 你到底想咋的 你跟我说明白 不明白 你说来 你说 告诉你 就是某些人 在幸福的家庭当中 他还不愿意待 非得向外伸出一条腿去 行 你要有能态 你把那条腿抛回来 桃树兴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刘冬 我告诉你啊 你照这么气我 有一天我让你哭 你都找不着调 这脾气太暴躁了 就这种类型了你说 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人喜欢 这胆可真大 这刘冬又犯病了 你说给我打电话 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你说 我是老四啊 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啥想法啊 我觉得呀 你这个父主 是不是仍该让刘冬挡 你要叫他挡上父主 他这个病当时就得好 你信不信 他要算病好了 咱们这不也算是既得刑算 是不 付出的太大了 有一首歌唱得太对了 我俩太不公平了 想当年我刘副主任何等的疯枉 可以说东头一走西头烂颤吗 我当时要选择陈世伟那道 那不易如反掌吗 我选了吗 刘冬啊 你到底啥意思 你说谁呢 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 我咋的了 我咋的了你说 咋的自己知道 我知道啥呀 你村有病 我是有病 你病得不清 这没好 谁也治不好 闲的你是 这可以说是我刘农的标志吧 白白金睛的 我不希望某些人 把他给我变成绿色 这冒的是你这个变的 变大地 我也打着你 多一点点啊 你瞧你那虎呀 爹啊 你干啥呢 我这研究一下 庆典的菜单呢 这会儿你来了 你帮我研究研究看看 哪个桌什么样的人上什么菜 特别你看齐镇长元首这桌 这菜单必须给硬点 不是 你看现在我这些还差啥 一会儿再研究吧 你处理一下 我跟你说两句话 有事就咋说吧 你处理 我跟你说两句话 什么秘密的事啊 你就在这儿说呗 你处理吧 快点儿累 你这孩子这还忙着呢 你这老贴乱子 你这 啥事还不能咋咕咕说呢 你干啥给你来啊 我这正研究菜单呢 找我有事 快走吧 好 妈 你要跟我说啥呀 电话里也不说 就是 爹 你有事啊 姨妈 我妈找我有事 有啥事啊 那不啥嘛 那个 那个 婴子不是 这个 这不是怀孕要生了吗 我现在问她老婆吧 那个啥 准备没准备 那孩子生孩子东西啥的呀 小医生的小裤子 我不惦记这事嘛 这一点事 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还叫婴子折腾她干啥 你打电话 万一亲母听听完啥完了 好像我当妈的事多是 是 是 妈 那你放心吧 都准备了 那没事我走了 那慢慢走 那你回屋去吧 我送孩子 就这事 你挺大肚子 别老走啊 是 你去屋去跑 我走了爹 再小心啊 神倒 困了 舒服 好 把那个拿起来 唐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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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着 你躺着 把我抱着 撞我呀 闹了 这那小样 孟哥 你想吃点啥呀 妈给你做 我没什么想吃 天儿太热了 那不行啊 做月子得增强营养 你愿意吃啥 你点出来妈就给你做 哎呀 就像前两天那样 就行了 喝点小米粥就够了 小萌啊 我刚才看见有强 跟你爹出去了 有事啊 他跟你爹出去了 嗯 没什么事 你要是有啥事 你不好意思跟你爹说 你跟妈说也行 你什么事你怎么就在家 都不能说非得处理说干什么 哎呀 都把这走点了 你说吧 什么 什么事 爹 你说 我和小萌是不是都已经长大了 你竟说下没用 你孩子都有了 你还没长大吗 那你说我和小萌是不是都已经成年了吧 不是 你要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 行不行 我那头忙着呢 整菜单呢 县长来吃啥我还不知道呢 现在 你快过来说事 爹 你说 我和小萌世界都还行吗 还算可以 但是得以我把关 你是有点成绩但不要骄傲啊 你 你这样就说的正事 你找我到底干啥 那个 喂 永强 你跟爹在一起呢 我跟你说的事你跟爹好好说啊 别弄讲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咋跟爹说 是不是小萌来电话 不是 你还不是 那给我看 这还不是啥呀 胆子呀 你们俩有啥话 不好意思跟你爹说 你就跟妈说 没什么 我跟永强就感觉 爹最近 对腾飞管得有点压 你就想让你爹 改变一下呢 说这个事啊 我也想 那不行 那你爹的脾气 这永强跟他烙 拿把他烙崩落啊 我就怕这事吗 那什么 你给他看孩子休息吧 我去看看你啊 啊 你看孩子吧 行行行行 那怎么现在 你都要一个遥控了这都啊 遥啥控啊 那你到底什么事你快点说 妈呀 就在这说吧 你走出去 两里地了 这咋个事呢 希望我困他们家过两天 办庆典你知道吗 镇长啊 还有县长也都过去 爷爷啥意思呢 就不想让你爸参加 也不被爷爷不让去 你说你爸看红的迷糊 那咋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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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合计 你就跟你爸吃还是不吃呢 你要万一吃吃坏了 咋疼的 你要不吃吧 你爸给真要去的 这事大事啥的 我把店也 你说咋疼的孩子 那哪能给我爹吃药啊 那就直接告诉我爹 别去就得了吧 告诉你爹不去不行啊 你爸啥事你不知道吗 哪家大事小型 脑瓜血筋往里转 那是我不让去的事吗 妈用的事 抽完了上火了 咋疼的 老公干啥呢 那这偷磨的 跟着咱俩来的 怎么又听人家说啥呢 帮妈拿个主意啊 咋疼的 我也没遇着过这事啊 而且你问我 我也没主意 抽人吧 妈 我把这事跟我老公公说说吧 你跟她说啥呀 那咋俩现在不知道咋办好 爹你说你 这么些年都是你当家 你说小猫我俩都挺挺挺你的吧 怎么弄我当家不好吗 不是不好 你说多多少少的 给我俩留点空间吧 咋们还嫌屋子小啊 啥玩屋子小啊 那你啥意思 你痛快说就不行吗 我那都忙着呢 咱就说腾飞吃猪蹄这个事啊 你说他想吃多少就让他吃呗 你说你管他事干啥呀 咱家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吃不起 现在腾飞他吃猪蹄这个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在咱们家那个位置 怎么放怎么摆 你是想把他放在成龙成凤之前 还是把他放在成龙成凤之后 你说腾飞从小命就苦没有爹吗 咱给他抱来 咱是不是应该对他更好啊 那我对他不好吗 不 你就你说的话我就生气 你 你妈 就咱家这些人 怎么就就好像我对腾飞成就不好了是 你说我对的不好 他现在能吃那么胖吗 就我对的这么好 你看看他现在听我话不 那眼神瞅我都横了横了的 爹就你这样咱家早晚得出大事 你给我说清楚 如果这样咱家出什么大事 我不跟你说 你先别走 你这话里有话 你给我说清楚 怎么意思 什么晚上出大事 是不是汪萌说什么了 是不是 爹 你干啥呢呀 那什么 我寄个电话要干嘛呀 我寄个电话要干嘛 我寄个电话要干嘛 寄个电话要干嘛 早饶了呢 你是写这面墙上的吗 不是 对对对 是咱家门口那个那个那个水泥墙 我记错了 爹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说我等一会儿找吧你说 广坤叔 广坤叔不是要办庆典吗 广坤叔不是要办庆典吗 然后他们不想让我爹去 怕我爹去犯病 他们就想给我爹吃安眠药 那安眠药呢玩能乱吃吗 吃不好都容易吃死人 不自然 安眠药这个东西呢 他有什么成分呢 就是 据我对安眠药的分析 你个人的分析呢 就是 吃一片呢 就能睡一会儿 吃两片 那就是 多睡一会儿 就这么概念 那你感觉应该怎么办呢 实际应啊 你这些老大不小了 有些事啊 还得顾钱大局 你像咱们村 这么多年都是 文明村 你老公呢 而且呢 还是咱们村主任 是不是 这次 如果你爸要真去了 真要是犯毛病了 说心的话 对咱们村呢 影响挺大的 最好呢 我的建议啥呢 到那天呢 最好能跟你爹 吃个三片 到四片 那非得吃呀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暂时也想不出来 别的办法呀 行 反正我就这么个建议 反正 我 去哪儿去 爹你不说 记咱们家旁边那墙 人家还在这找呢 对 对 永强 我也不想在这儿跟你耗了 你就跟我说 小孟来电话 什么意思 为什么能出大事 你跟我说清楚 干啥呢 抄出去来了 不是抄抄 你刚才不都看着了吗 他说找我有事 要处理说 刚要说事 王友蒙就来个电话 料电话以后 他说咱家就得出大事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 你说能出什么大事 这你妈也来了 摆得是我说清楚 老头子 你这你多威 不就来个电话吗 那还打电话说 我咋跟前呢 爷爷没说啥呀 就担心 怕你俩抄出去来 行啦 肯定不是弄回事 儿子 我刚才看见 小孟的脸色 也不太对劲 小孟是担心 那个孩子教育问题 什么玩意儿 教育问题 你告诉小孟啊 把他自己关好 把俩孩子给我看好 就完事了 教育有我没有问题 就有你才有问题呢 你能不能不说话 我不说话 不但那么干的 你把一孩接家来 那就个人亲孙子 你不能薄带一个 厚带一个的 你干啥呢 你能不能小点声 眼一眼听着好啊 就由你老这么说 才出现这么多矛盾 我啥说乱说 行了 行 别说话了 你要是对孩子好点就 别说话了 行不 我问问你 是不是就光教育问题 还有别的事没有 要没有别的 让小孟就好好带孩子 就完了 妈 你看见吗 爹 你这脾气要再不改的话 小孟人都要搬家住去了 怎么呢 还要搬出去住 要跟我分家啊 分啥家 就搬回他自己家住两天 搬出去不就想分家吗 不就那意思吗 我就看他怎么给我搬的 行了 老头 搬家 你说那你把人惹怒了吧 搬家 可别点 这事就得你呀 从中必须把这小孟给稳住了 安慰好了 如他那样事的 一是月他还没坐满呢 再说嘞 昨天有事看着了 那咋说咱们呢 没矛盾 能被出满月的回娘家住去吗 多让你笑话呢 儿子 小孟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好好劝劝他 安慰安慰他 可不能搬出去住啊 哎呀 妈我也知道 但你说我爹的脾气 我爹呢 盈总跟你说呀 就你爸那病 走他给气一下 与他有直接关系 行了 这事你也使放劲 你也不用上火 我回家这儿喝一喝去吧 去回去吧 那我回想一想 我走了 回去慢点走啊 加小心 去吧 回去吧 爹 你没事吧 小孟 怎么我听说 你还要搬出去住去 什么意思 我就跟永强随口一说 爹你就当我说错了啊 什么就当你说错了呀 这话是随便说的吗 你心里要不响 你能说出这句话吗 什么原因 怎么我们全家人带你不好呗 还是说我哪定做错了 爹你这时候别照查了 我都跟你说我说错了 你什么 我找茬 我找什么茬啊 小孟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 天上升起一万月牙 月牙 月牙弯弯 正不那个月光灑 啊 人都管月牙 叫月牢 月牢 晓彩 转把 转把哪个红蟹炸 红蟹炸进两颗心 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嘎打哑 啊 夜深了 月牙出来了 啊 月圆了 心儿更亮了 今晚夜深人不尽 都等着月圆 月圆进咱家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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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